今天要帶您看到這家隱身在基隆巷弄裡的便當店 開店46年 每到用餐時間總是大排長龍 店裡賣的是傳統的勾紮迷 有排骨雞腿魚排通通都是限點限炸 雙拼的組合讓人超級滿足 還有炸的酥脆的排骨雞腿 搭配沾上蛋液的蝦仁 多了味覺層次感 老闆娘說生意好的原因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用料新鮮 很多人一吃就是老主顧 幾乎天天都會來報到 一個排蝦 兩個蝦 三號桌的是排骨雞 兩個排骨一個黑鱗 滾燙的油鍋冒著大號 油炸滋滋聲 此起彼落 就像交響曲 但一定要新鮮 它比較不容易破 才會比較完整一點 像有一些是老母雞生的蛋 我們就比較沒辦法炸 因為它一炸就破掉了 筷子緩緩化過半熟蛋 蛋汁流進了蝦仁排骨飯 口感吃起來滑潤又銷魂 鋒魚的油炸蝦仁 噴香軟嫩又多汁的炸排骨 充分滿足陶客的味蕾 排骨裹的粉跟平常我們吃到那個 炸雞塊的那種感覺 硬硬的脆脆的那種不太一樣 它是比較偏軟嫩的那種 感覺很傳統古早味的感覺 吃起來很特別 它的蝦仁就是裹粉炸就會滿脆的 然後排骨蛋是炸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不會到很肉 就是外酥內嫩這樣 還不錯吃 它排骨滿酥脆的 然後蝦子也滿好 滿新鮮的 你本家是基隆人的 我基隆人的 你多久了 我這邊吃大概是少十年了 簡單的一碗蝦仁排骨飯 堆疊著酸菜 高麗菜 胡實在讓人百吃不膩的 懷舊老味道 就位在巷子裡 不起眼的招牌 如果不是特別尋找 很容易就會錯過 但每到開店時間 馬上就排了長長的人籠 就是看到網路上面 然後有那個荷包蛋 然後有蛋黃流出來 就感覺看起來滿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排骨就是很嫩 對 然後它的配菜 其實它的高麗菜 是很清爽很好吃的 對 就整個搭起來 就不會太油膩 開店前忙著 處理食材的李玉杰 他說新鮮就是王道 食物沒有過多的調味 一切講求盡量天然原味 我們先膝蓋這邊切一刀 然後旁邊切個兩刀 然後前面再畫一下 待會醃的時候 味道才會進去 我就覺得東西新鮮 你只要稍微的就是 一點點醬油 蒜頭 下去醃一醃就可以了 我就是簡單的味道 雞腿去精斷膜之後 要簡單的醃漬 還有這招牌的排骨 也是選擇溫體豬肉 上桌之前要經過千錘百煉 其餘則是選擇 雞龍卡媽定直送 每天限量賣完就沒有了 像我們這排骨就先敲 然後把它的筋膜用斷 吃起來才會 口感才會比較好一點 才不會過硬 自助餐或者是一般便當店 那種小小厚厚的 你要是一下子沒吃 它就變很硬 我們這個是旗魚 然後敲的道理就是 跟敲排骨的意思都一樣 就是把它的筋那一些先敲斷 吃起來會比較嫩 比較順口一點 注意每個小細節 才能守住品質 老闆娘李玉杰 當家長勺16年 炸排骨 炸蛋 炸蝦仁 能自己來的 就不講他人之手 廚房逼人的熱氣 一般人都受不了 由你來活裡去的日子 李玉杰也常常雙手 都是傷痕累累 你前面你肉熟的骨頭 這邊一定會比較慢 我是怕客人有時候吃到這邊 會有點深深的感覺 所以我是一定都會甜 招牌的排骨蝦仁飯 裹上一層薄薄的粉去炸 排骨肉吃起來不乾柴 搭配酸菜很解膩 排骨 蝦仁 雞腿 魚排 號稱店裡的四大天王 雙拼的吃法 吃起來相當的過癮 酥炸大雞腿 鋪上滿滿的蝦仁 疊上半熟蛋 就像一座小山 許多人都會拍照打卡 超級吸睛的 香酥鮮嫩的魚排飯 有生魚片等級的其餘 吃起來鮮嫩又多汁 這些美味的背後 有著上一代的堅持 早年環境辛苦 婆婆為了養家虎口 擺起麵攤 後來生意穩定了 便移回住家巷口 炸起排骨 蝦仁 一碗豐盛的排骨飯 就是港邊勞動人口 魂牽夢寧的滋味 以前那個年代是 好像有碼頭的工人 然後或者是報官行的 對 然後現在這兩種 都比較沒落了 就變成外地客位比較多 當年婆婆一手打下的基礎 讓老店名聲響亮 不過李玉潔剛嫁過來時 有著穩定的補教業工作 壓根都沒有想到自己永天 會接手店裡的生意 我婆婆那個時候 身體也不太好了 然後我先生就說 你要不要辭職回來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 那就回來幫她 於是李玉潔鑽進廚房 跟著婆婆學習廚藝 就是希望記憶中的味道 不要輕易地消失 不過以前是坐在補習班吹冷氣 現在是站一整天 剛開始非常的不能適應 剛開始是因為只有晚上幫忙 所以站四個小時 那個時候我腿就快斷了 後來變成做一整天的時候 可能早上八點從炒菜 到晚上收拾東西好 八點到晚上九點 一天大概要站十三個小時 看到客人再熱都願意來品嘗 李玉潔內心非常的感動 除了對食材的要求 料理上也更加的用心 我們一般都是用高山的高麗菜這樣子 對 它吃起來比較甜一點 對 然後我們高麗菜好吃 最主要是我們都是 每次都一大波下去炒 可能一次六十斤 七十斤 所以甜味一定會出來的 這些都是婆婆傳下來的手藝 不曾改變 老店開業四十六年 李玉潔守護著家傳美味 賣的不只是老味道 還有濃濃的人情味 我早味當然是希望 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這個味道才會還在 對啊 就看他們自己 對啊 做這個是真的很累 時間長 然後又很累 我一直都滿樂觀的 我也都有交代 就是教我 我的小妹就是 反正做什麼事情 都是一步一腳印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反正就是認真做就對了 搁在這兒 我會不會做到 好久的事 比較緊張 一仔細 無人 感谢观看